我們那一天跟大家討論到來碰撞 那就是一般只要是碰撞 我們在這邊討論就是它的不受外力 那或者說真的有受外力 可是因為我們這樣如果只討論 碰撞時間很短很短 然後又只討論碰撞前後一瞬間的話 那這時候來它的動量是守恆的 來這沒問題 然後接下來課本這邊 來討論它的分類 可是它那個分類 它其實一下就告訴你它是怎麼分 所以其實我這邊要跟大家補充的是 就是它在碰撞期間注意發生了一些事情 不過要講這之前我一直都忘帶來 那個同學知不知道牛頓白 哈囉來牛頓白 有人有聽過有人沒聽過 哈囉來像長這樣 來現在回答我一下 來這邊一個來 哈囉來看過沒有 來對不起喔來都要碰在一起 來1號2號3號4號5號 來對不起喔我現在沒有示範 來我問看一下 來1號拿起來撞下去 來接下來那邊怎麼運動 5號5號確定 5號確定好 1號2號拿起來 4號5號過去 4號5號過去 好來123呢 345 好再來123是拿起來呢 2345 確定好 那我沒關係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看看網路上面有沒有這個合適的影片 我也是Facebook 好我們來看一下 來牛頓白 OK 好這邊有個影片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牛頓白的實驗 首先第一項實驗是1比0 還不錯1號起來5號過去 第二項實驗2比0 看起來是不是還蠻明確的 好1號2號來沒有學念 3項實驗3比0 好來看清楚囉 大家剛剛有一點疑問的 哈囉真的三個過去對不對 好療癒 4項實驗4比0 誒 哈囉是不是真的 第五項實驗5比0 誒真的要做5比0了 誒還有誒 第六項實驗1比1 誒大家告訴我1比1會怎樣 這樣啊 這樣啊 確定 這樣嗎 一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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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來一直來 當然 蛤 這個前提當然他進行就是同事了 來怎麼樣 怎麼樣 有人 有人來有人很肯定 來余婷 是不是 來看一下 我開心 哈哈哈哈 好下一個 第七項實驗2比1 2比1 2比1 怎麼樣 來 怎樣 2個下來 然後這邊1個下來 所以呢 2個過去 2個過去 然後呢 這邊1個過來 然後再來呢 再交換 再交換 應該吧 真的嗎 看一下 蠻忙的喔 看清楚一下 是不是 好 再來 18項實驗 2比2 2比2呢 好痛喔 中間好痛 19項實驗 3比1 3比1呢 是不是會交換 大家都還蠻肯定的 奇怪 哈囉 是不是 是不是 很忙喔 看清楚 哈囉 是不是 是齁 眼睛看清楚喔 再來 第10項實驗 3比2 3比2 等一下3比2呢 交換 中間的那個算什麼 這叫什麼 墻頭草嗎 4比1 我們的實驗到此結束 原理 牛潤白是經過力學能轉換 其中 在撞擊的過程中 有含熱摩擦力 產生的熱能 有熱能來力學能少寒 聽起來就很詭異 講不下去了 就結束了 來 為什麼會這樣 來 把它結束了 好 所以大家齁 剛剛看起來 你好像已經知道答案了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 他剛剛要講 他剛剛要講 可是我看他就是 他有講說 衝浪控局中有什麼熱能的 這個來力學能少寒 請問一下中間如果有摩擦力 有熱能的話 力學能還會少寒嗎 所以他沒有把它結束 請問一下 你們看起來大家都覺得這個 這是根據經驗 還是你原來就知道 還是會怎麼回事 看起來就是經驗 但是大家經驗很不錯 來 剛剛看起來都知道 那想要知道 這題為什麼 來 那就好好的聽 我們希望明天 明天最後 今天這樣講下去 明天可以告訴你 來 答案是怎麼一回事 好 所以我們現在請同學看一下 我要先剛剛講的 來 我要先做這部分的補充 我要補充是什麼呢 來 我要補充的就是 碰撞期間發生的事 但是大家應該知道 像剛剛這樣子的碰撞 其實時間非常的怎樣 短 來 這個碰撞期間 非常非常的短 這個我現在 其實現在有那種高速攝影 不是來不及找什麼體驗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 比如像這邊 我現在沒有辦法示範出來 像這個鋼琴 你們剛剛這個因為它是一般的攝影 所以你完全察覺不出來 你以為它撞就很差 撞就很差 實際上如果透過高速攝影的話 來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東西 譬如說你們有幫他做那種 來 一拳打下去 然後怎麼樣 連拳凹下去 然後 之類的一些動作 哈囉 是不是有看過 來 現在有那種高速攝影很厲害 還有有沒有同學在 你可以去搜尋 你只要搜尋高速攝影 滴到水下面 然後怎樣 有人有看過嗎 他那個滴下去 我們平常看到就這樣下去 他可能這樣滴下去的過程中 第一個 他形狀會怎麼變 再來他滴下去也會彈起來 哇 那彈起來是非常非常漂亮 他這樣彈起來之後 來平常 落成是非常均勻對稱 我現在這樣講 可能你很難去理解他 但是 透過這樣子 所謂的那種高速攝影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 非常多不一樣的世界 那這裡面的原因 要怎麼更值得去討論 那我們現在 我剛剛講過 你要了解這些碰撞怎麼分類 你要先對這碰撞期間 發生什麼事情要有感覺 好 首先我們先有一些符號的概念 這邊的話 我們如果兩個碰撞東西 他們質量叫MA MB 好 再來 他們碰撞前的速度 叫VA VB 碰撞後 請同學來到T4 來 第四個時刻 看那個圖 來第四個時刻 來撞完叫VA'VB' 好 現在同學來看這邊 第一個 你要先有概念 A之所以可以撞到B 一定是因為A的速度 比B的速度大 所以這邊第一個 碰撞開始 VA其實是大 VB才會碰撞 好 然後 你也很明顯可以看到 來撞的時候 之所以會形成速度改變 是因為來撞的時候 我們兩個彼此之間有作用力 那我這個圖上面有告訴你 很明顯應該知道 作用力反作力來這兩個力量大小一定怎樣 一樣 但是我沒有寫上向量符號 沒有寫上向量符號就是告訴你 我只有討論量值的話 來兩個是一樣的 好 那其實重點是在他們的方向 來現在同學告訴我 來在這邊 A做到一個力量VA向左 所以請問A會被加速減速 B會被加速 這個我在上個禮拜好像有討論到類似像這種題目 大家想一想來 A被減速 B 這次他們兩個一碰到那的瞬間才開始發生那種事對不對 好 這時候 A被減速 可是他的速度還是比前面的B大 來大家看 B在前面 A在後面 A的速度大 所以來請問他們兩個在靠近還是遠離 來 A在後面 B在前面對不對 來注意喔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他們兩個會發生形變 會發生形變 來 A因為速度很大 所以來 然後B比較慢 所以來請問他們兩個在接近還是遠離 接近 接近 好 但是A一直減 B一直減 可是他在減過的時候來 他還是先比他大 所以來是一直在接近 所以來現在就知道 來什麼時候最接近 速度 這樣 他都是不是速度一樣 所以來 最接近的時候來速度一樣 來這個VC 不是 VA VB VC 不是那個 來這個VC 是什麼意思 來速度一樣 有什麼速度 直心 對那個7 不是ADC的心 這個C 是Center Center 直心的心 好 所以來最短距離 發生在 來這個很重要 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來發生在 VA等於VB等於VC 好來大家複習一下 可不可以告訴我 來VC等於什麼 我們這因為用AB 所以用什麼 MA VA 加上什麼 MB VB 正確一點的話 應該加上向量符號 來 再除以MA 再加上MB 這時候他們兩個也有作用力 FA' 來跟FB' 來同學應該知道 來這兩個力量 現在還是怎樣 還是什麼 一樣 但是對不起 老師因為不會畫圖 所以我這個圖畫這樣子 是不對的 這個圖不是兩顆球重點 是說兩顆球有什麼 不是 就是這樣子接觸做 然後兩個是不是有形變 來 我們不知道誰比較會畫畫 來幫我畫 你覺得應該怎麼畫 沒關係 你覺得 來要畫兩個 來來來 上來上來 就是畫兩個 然後有點形變 然後是類似像這種 本來是球 然後他們兩個都已經變形了 然後擠在一起 然後你畫在這邊 可以碰到嗎 可以啊可以啊 你可以畫很大 可以碰到也沒問題 好難畫喔 等一下喔 欸欸 他怎麼擦 應該怎麼畫 我以為我在畫 怎麼擦 怎麼擦 來就橡皮擦 長姿勢 他長得好 微妙 這我不知道 平平的畫 應該中間是平的 中間是平的 對 因為他不是這樣子 是 所以你畫的 就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然後你說意思是這樣嗎 有點像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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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畫什麼 哆啦A夢 等一下喔 我要講老師 這個示意圖不正確 來但是你們是瞭解我意思了吧 我意思就是 他們兩個注意 來他們有形變 來這邊 這兩個來都有形變 好來之後 知道嗎 來現在最接近 好可是最接近之後 來同學告訴我 這個A球來繼續被加速 還是會被改成加速 繼續還是減速嗎 因為要受到力量 是不是還是繼續上走 所以他繼續點 來並繼續加 那 這樣就知道 來我們剛剛講的速度一樣 現在前面做加速 後面減速 所以來請問他們兩個在選擇 還是靠電視 就開始了 所以這才叫最短距離 好來 那個 以後我們也會有類似的情況 以後大家記住 在考任何東西的時候 什麼最短距離 他們什麼最 或者最遠 偶爾會有一種情況 最短距離或最遠距離 都是發生在 兩個速度怎樣 相等的時候 知道嗎 因為這個在 從另外一個相對的代曆來講 就是當時他們的相對速度為 哈囉 相對速度為 0 然後之後 之後就會變化 所以來最短距離 就是發生在 相對速度為0 相對速度為0 怎麼寫這個對 發生在AB的相對速度為0 發生在AB的相對速度為0 好從這裡到這裡 來就會變成是在 遠離中 好 那注意一下 來剛剛這邊有形變 什麼時候叫做碰撞結束 來就是 來一直遠離 遠離到兩個就要分開 來大家看一下 來這邊這樣接觸一點一點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兩個就分開了 VB'顯然大於VA 所以來當他們分開之後 來這邊是小的 VB'一定比較大 好 注意 這邊 來也就是說 其實 如果我們有辦法高速攝影的話 那個鋼球裡面 真正有可能也有一點點形變 那個鋼球跟皮球 對我想起來了 像是有沒有排球 因為你們排球賽結束啦 像是有沒有任何球 沒有任何球 現在就知道了吧 來你把兩顆球這樣用力去壓 來那是不是就是在碰撞的過程中的形變樣子 因為你鋼球看不出來 但是你如果用排球啦 或者什麼 還弄一些皮球 好來他們在撞球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們凹陷的樣子 來那個就是所謂的碰撞 好 所以這邊從1到3 來這叫碰撞期間 好 但是我想請問同學 來碰撞期間 不管我今天的力量是FA FB還是FA' FB' 請問這樣的力量是外力還是內力 對AB來講還是內力還是外力 請問碰撞期間 我要講的問題就是動量有沒有手痕 我們在前面一直在講動量手痕 那是指的是碰撞的前跟什麼 後 我沒有調整碰撞期間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問了 來我跟你講來這叫碰撞期間 來那與二碰撞期間動量有沒有手痕 有 因為我剛剛已經很明顯跟你講 來這兩個力都是什麼力 內力 那其實或者說你只要看的話 你也可以發現他們兩合力是0 是不是 但是等一下這是針對A B 你是不是一起看 來如果光看這些光碳冰 請問一下動量還有手痕嗎 沒有 好所以來下面這邊 系統的總動量 在整個碰撞過程中 來有沒有受到外力呢 來沒有 本來這個要請農姐操 後來我發現這樣操太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還是 印了給大家看 好所以來請問一下 來他的總動量是否手痕 OK來手痕 好所以 好我現在寫比較正確的樣子 把項量符號寫上去 來對不起 來撞前的動量P 就等於MA VA 加上MB VB 好也會等於 注意喔 不只等於撞後 請問等不等於中間這時候的動量 來 剛剛來中間這邊的動量怎麼寫 MA VC MB VC 好就是等於什麼 MA再加什麼 MB 來 VC 好也等於撞後的 中間這個一般來講我們叫做PC 你說的老子你這個血我這個血其實我們之前是跟大家講只有講前後我現在要強調的他其實在過程中動量還是手痕 好 來動量還是手痕 好 好 那我們這邊一般來講我們會畫一個圖 來如果這是時間 來這是速度 來這是速度 對不起喔我剛剛比較簡單一點點的用的是這個來這個叫追狀 對不起 來請問一下如果是對狀可不可以 也可以 其實這個對狀的話 對我來講VA是向右為陣 VB是向左的話是也是負的 所以它還是會符合VA的大小比VB大 但是這個大概是不一樣的應該包含向量 來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說請問一下我如果VA是2向右 VB是5向左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如果VA是2 VB是5 然後兩個都向右可不可以 後面之後前面是5 來不會撞 不會 不會吧 來不會撞 好 所以對我們來講你要弄清楚 這個VAVB來其實通通都 都可以 VAVB在這個圖裡面 前面剛剛講來誰要先比較大 A 來這邊VA可能在這邊 VB注意一下也可以下面 VB我現在畫在這邊 來他們要狀化VB一定要在VA的下面 看一下一定要在VB的下面 可以 來剛剛的V字就是在上面可不可以 不行 在下面負的話就一直都可以 好 那 算了 這個圖因為我需要討論一下 所以我們明天再一起講 欸對不起 因為我等一下還是要開會 所以我們學資還是明天再收 又要YA了嗎 欸明天下個禮拜就會準